美罗KK分店招人抛汽油弹 索性未爆炸 塞夫丁表示 政府不允许动施行 风波应该尽早结束 往前走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考病 原本我以为KK风波会随着老板跟供应商陆续被控伤法庭会降稳 但是没有想到他不降反升 今天早上凌晨5点钟的时候 就在霹雳州的B door就发生了一起 有人往KK分店丢汽油弹的刑事案件 当时候是有员工的 你要知道KK是24小时在经营的 你可想而知那个员工肯定是下傻了 没有想到打一份工还有生命危险 现在整件事情的发展成这个态势很明显 巫统绝对有主要责任 尤其是阿克马 如果他没有上纲上线不断的在炒作这种情绪 压根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悲剧出现 这是第一个 阿克马绝对要负上主要责任 他为了他自己的个人政治利益 不只典当了马来西亚的经济 而且现在还典当了马来西亚人的人身安全 还有财产安全 阿克马过后呢 第二个责任人我认为就是巫统的最高理事 博爱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博爱不是有一个新闻就讲 幸好现在只有杯哥的行动 我们没有放火烧电 现在如他所说 好咯 丢着一个汽油弹跟放火烧电 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吗 他们本质上就是同一种性质的行事案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情况真的是让人相当的堪忧啊 马来西亚什么时候会变成像这个样子的情况 闻所未闻 除了这一个巫统之外 我告诉你 政府肯定是有责任的 团结政府包括安华 包括行动党 包括其他的这一个成员党 虽然张庆兴 陆昭福 尼可敏等等 甚至马华的领袖都有在前中期的时候出来喊话 遏止这个阿克马呢 不要让他继续上岗上线 可是到了大末期当巫统 一直表决要支持这一个阿克马的时候 全部的这一个领袖呢 仿佛说好了这一个这样 约好了一起 全部都没有声音 就只有首相安华呢 在那里暗示这一个阿克马 叫他不要做得太过分 连名字都没有点出来啊 所以政府默许 或者说政府软弱的这一个态度呢 导致这一个阿克马 能够继续以无成本的方式呢 炒作这个课题 导致今天有这样子的悲剧 这点呢 是直接讲的 那如果你不认可的话 没关系 以你为准 可是你要知道哦 作为政府 他们是有绝对的权利呢 来压制这个阿克马的 现在再不压制阿克马呢 我不知道到时候会有怎样的悲剧发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塞夫丁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新闻 他讲政府是不会允许动用私刑的 现在这个是不是私刑 很明显就是政府一定要采取行动去抓到这样子的这个激进分子出来 这样子的人如果你纵容他或者是你没有成功将他绳之以法 其实会传递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给其他的这一个保守基金分子 你要知道当这个新闻发出来过后 如果这一些保守分子他看到政府的无为或者是政府没有办法抓到这样子的这个有心人士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让这一个基金分子认为犯罪成本在下降 进而有可能在过后呢 会继续干出这样子荒唐的事情来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前一阵子 尼可汉他的家被放火烧掉 或者是被纵火 OK 当时候已经抓到嫌疑人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是没有进展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相关人士被提告 当然有可能是警方不够证据 又或者是其他的一系列因素 总之我不管它是什么因素 到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 政府绝对不能够再纵容这样子的极端分子再进一步的往前走 因为如果他们尝到了甜头过后 接下来你不要以为大家可以相安无事 今天只是因为KK倒霉碰上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氛围这样子激进的这一个情绪蔓延下去 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民 是绝对要在这个时刻让政府站出来 制止这一件事情继续蔓延下去 如塞福丁所言 政府放出了豪言壮志 要求这个人民绝对不能够动用施行 那现在已经有人动用施行了 肯定政府必须要采取行动 尽快地将这一些犯罪分子逮捕归案 否则的话你真的就会传递一个错误的讯息 给这一些极端人士 不准哪一天他们会干出更荒谬更荒唐的事情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这个情绪呢 我尽量压制住 希望这个政治人物能够看到 然后传达给你们的老板知道 我们下期见拜拜